中文字幕——YK 中文字幕——YK 还装备了日本最先进的武器 然而这支军队在拿下东北三省之后 好像没有再次南下支援其他军队来攻打中国军队 要知道随着太平洋战场的拉开和东国顽强的抵抗 日本在多点都受到了冲击 那么这种情况下 日本为什么不派出关东军南下支援其他日本军队呢 其实日本不是不想这么做 而是不能这么做 别 看日本关东军称霸了中国东三省 但是中国东三省并没有就此放弃抵抗 相反在中国东三省还成立了抗日联军 如果日本当时调离了东北三省的关东军 那么东北山上早就被我国的抗日联军收复了 其次东北三省的土地非常肥沃 这对于日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别看日本军队强大 但是日本本国是一个傍晚之地 自身的资源根本没有办法满足战争的需要 所以他们命令关东军驻守在东北三省 为整个二战时期的日本军队提供后勤保障 最后当时不光有中国抗日联军 在和日本东北三省的关东军进行的战争 在北侧的苏联也对日本关东军进行着围剿 日本关东军是日本最强的战斗力 但是根本打不过苏联大兵 既然关东军跟苏联大兵对抗都比较吃力 如果将关东军调列东北三省 日本将失去整个后勤保障基地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